隆重的有請我們超人氣 最有實力的偶像 陳莉農農農 來個現場 Yeah 農農來了 我們先去農農 來跟大家揮手來拍個照 來我先幫你來下班農農 好 來吧 哇 終於回家了農農 大家都好想你來拖一點點 好喲 請農農幫我們試出 巧克力般的笑容 先從左邊開始 Yeah 好 我們再往中間 然後再漸漸的往右邊 右邊 你不要突然好像我這樣笑 姐姐會受不了 好 好 有沒有 可愛的農農手勢 小愛心 小愛心送給大家 今天我們現場也有很多人同時在收看直播 然後我們今天其實有看到附近 也已經被大批的農堂們包圍了 謝謝各位粉絲的支持 好 右邊 右邊 這位大哥中心的十足 右邊 好 右前方 我們再看一下 農農很貼心都給大家很多不同的樣貌 好 現在是屬於耍褲的希殼 帥的帥的 好 耳朵癢的也來一下 有沒有下巴癢的 給大家一下 下巴 對 比較老派一點 沒有蹤跡 好 OK嗎 好 OK 沒有 其實OK 我再問大家 我們要跟大家好好的來聊一下 關於立腦最近的信心 來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也就是 上椅子 我以為 我以為站著講 沒有沒有 你今天是我們的那個 超人氣明星 謝謝 你要這樣舒舒服服的做好 你這樣講會有點尷尬 會嗎 不會啦 你太客氣 來 你坐 左邊 這邊 這邊 你有什麼角度比較好看嗎 都好看 零死角 對 剛好跟我一樣 我也是360度 都是死角 都是死角 對 路路有哪邊比較好看 嗯 可能是這一邊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要先請農農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我們很多朋友今天在等你喔 哈囉 各位 媒體分別謝謝我們大家 出事跟大家見面 有一點緊張的 然後還有現在 在看直播的 直播的 大家好 因為其實這個燈很亮 所以後面其實是有鏡頭 有 有紅點點 紅點點都是鏡頭 那不是那麼投影 看不到 對 這個大燈很亮 真的很亮 我看完這個大燈在看那個 媒體哥姐姐 他們都是亮的 他們的臉都是亮的 你知道現場誰最亮嗎 你 好啦 先坐下 好 我們要來跟我們好好聊一下 因為其實那個老闆 Andy哥一直跟我說 你是一個很孝順的小朋友 你今年17歲嘛對不對 對 你在過去的17歲的人生當中 我們可以問一下嗎 你小時候的時候 都在做一些什麼事啊 多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 你說你有陪爸爸一起去夜市 夜市 對 我長大之後叫我自己夜市小王子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是這樣 我國小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是在高雄 可是呢 三年級 因為家裡一個事情 所以我到台南去 那對 那爸爸以前是做那個 在夜市 對 賣那個 魷魚的 魷魚的 所以我在三年級 那個時候九歲的時候 對 嗯 就是 跟著爸爸 然後每天下課的時候 就是跟他一起去夜市白灘 那那個過程其實是很 很有程序 什麼程序 下課之後呢 我會先跟我爸到那個 冷凍庫 就是魷魚要匹發嘛 就是你不能帶一隻兩隻去賣 對 你一定是一隻就賣一百龍 我就覺得不一樣 不一樣 你們那個賣的比較實際 沒有啊 可能也是因為 物價溫調嘛 已經是耗盡金錢了 你也是 那上了國中的時候咧 最近在賣別的東西嗎 喔 國中的時候是去打工 對 國中的時候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 雙棋 雙棋 欸你真的是夜市的小王子耶 真的都是在夜市 都是在夜市的 雙棋那種很 集出來然後很長的那種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剛開始學 就是那個時候 一整個攤位就是我的 只有老闆教我怎麼 剛還怎麼騎 我還沒有騎得漂亮的時候 就開始出去賣了 所以就很爽 那騎完就 只能跟他說抱歉 你有擠到整隻太長 然後直接整個 沒有 我在做的那種 不是巨無霸出西林 我是做小隻的 小隻的 啊你有拿那個長長的夾子 然後那些 騙你這個也沒有夾到 那個 塗爾西林西林 那個不一樣 喔你不是嗎 我是雙西林 欸 欸 就是我最喜歡他那種 有點 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突然 眉頭一皺 然後突然展開笑容 你知道你這顆很可愛嗎 有粉絲告訴你嗎 沒有 就是 你通常這樣子的時候 就會上個字 蒙 就現在 喔 對對對 就現在 那我要再問你一下 這是你過去嘛對不對 國小跟國中啊 就是一直幫忙幫忙啊 很認真的在賺錢打工啊 可是後來你是什麼樣的機緣 進入傳奇心語論 然後找到ND哥 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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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我就不知道這樣怎麼講 有一次去參加徵選 徵選 意外的被 不是ND哥 不是ND哥 那個時候其實是這樣 然後我繼續排隊 嗯 那那個時候 ND哥好像原本沒有請 沒有想要請人來看 對 這是有沒有人 是好不好 結果後來還是 來看了一下 尋了一下 對 然後小偉哥就發現我 喔 他就說欸 那這個好不好 結果他就跟ND哥說 你是在買水果 那這個好不好 對 所以你是去排什麼隊 那時候要徵選 要徵選 對 某一個 就是某一個要徵選 南國徵選 對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這樣 然後你在排隊的時候 被小偉哥看中 不是 是進去已經表演的時候 喔 他就看了一下 欸這個還不錯 對 真的很有眼光欸 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 看回來啊 就是小偉哥有留過那個時候的照片 對 就加上那個號碼 拿來胸前 對 欸你終於夠呆了欸 很呆嗎 然後超黑 那時候你幾歲 哇 完蛋了 那個時候我十五歲 差不多 對不對 十五歲 喔 也在兩年前已經想上去 沒辦法 你今年才十七不是嗎 對 沒有我今年已經十八了 喔 十八了 對 我十月算就差了 對啊 你現在應該還沒有到十月 你還要再留在一月 你還要再留在一月 不是今年也是 好加油 十八歲快到了 沒錯 OK 那這個被這個選中了之後 然後你過沒多久 欸你去年去參加了嗎 那個偶像練習生 對 也被通知要去參加 然後並且是這樣 你一個人去的時候 那時候的心情感覺怎麼樣 走到這個機場的那個那個 那個時刻 有沒有很沉重 哇 怎麼丟下我一個人自己去 其實那個時候還好 還好 因為有一句話叫 出生之毒不畏我 出生之毒 對就是我 我那個時候的心態就是 好 那我們去試看看 嗯 嘗嘗看 可是那個時候 真正比較害怕的那個原因 其實是因為 嗯 那個時候其實剛進公司沒做 對 然後 那個時候 安妮哥希望以學業為主 哦 對 他希望我把高中先練完 嗯 所以其實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 嗯 唱歌跳舞是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 嗯 我想說完蛋了 那 嗯 什麼都不會 然後結果是要 是要去跟人家做一個 餅拼 沒錯 嗯 這個是我最擔心的 但是去了就 去了就 你就很順 欸 沒有 其實也沒有很順 是 剛剛看那個影片我都要哭了 對啊 剛剛在旁邊就一直說 我原來經過了這麼多的東西 嗯 嗯 就開始這樣慢慢的 一步一腳印 發言心態嗎 啊 沒有 謝謝 謝謝 剛剛 那有在後台的時候 我忘記誰說什麼了 我那麼 剛剛那個 你知道接一個什麼 有一個歌我也忘記了 喔 那你都好像很像 啊 揭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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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揭 就像剛剛那樣 那是他的天然呆跟天然膜的部分 對不對 那再問你一下 那個 因為我你剛剛說 你剛剛看了對不對 四個月的精華濃縮到五分鐘 嗯 你剛剛看一個片段當中 你有一些是很難過的 然後 你有回想一下 這當中你有沒有想要 想說算了啦 你要去推在第二瓶的這個念頭 有嗎 嗯 嗯 那個時候 其實 在表情的時候 真的 嗯 屬於高壓的一個階段 對 然後有一陣子真的是 覺得 嗯 快撐不下去 撐不下去 對 然後 嗯 嗯 後來啊 慢慢的 靠著自己 靠著 粉絲們 嗯 靠著老闆 對 家人都有支持 鼓勵 對 然後慢慢開始找回自己狀態 嗯 然後再去 嗯 繼續加油努力 對 然後把那個最 難熬的那個階段 熬過去 嗯 後來啊 慢慢開始適應說 這個節目啊 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事情 對 然後 這個時候就是應該 可能要準備表演 對 下一個環節 就要上台 嗯 開始知道這個感覺 到了總結在那個時候 會比較輕鬆 嗯 因為已經最後一場 對 第一是想說 要拚 對 要最後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經驗比較足了 所以 也比較不那麼害怕 嗯 嗯 跟一開始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因為最後還有做個對照說 你四個月前跟現在的感覺 其實眼神真的會告訴大家說 欸 畢能有點長大了 跟剛開始來有點不確定的那個 眼神是不太一樣的 對 會稍微成熟一點 對 這一塊 會了解一些東西 所以你現在是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狀態 跟狀況 你都能夠應付一切的嗎 因為接下來 你知道 見面會 就是會讓你挑戰一些 不一樣的狀態 跟狀況 接下來就有一個 緊急狀況要發生的 你覺得你能 handle這一切嗎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 慢慢去學習 嗯 沒有時間了 你現在我們先請立容 stand up 因為接下來呢 這個環節很刺激 做到快第一個